好 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大家好 這個Hawk 比我想像中還要更多派 所以相信在座的各位就是非常不派的地方 Hail 我叫Job Gung Lee 然後呢我泰愷是不太像台灣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人 從我今天到會場到現在為止 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跟我說英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戶外的心區是潛水 室內的心區是研究無法分離隊 不知道大家做很多 工作是在一間叫ExoSight的IoC工程工作 基本上它就給像Geoff 或是那種AWS那裡打的 還有就是BetaFunditElon的PALS 好 那我們進步主題 所以Swift 什麼是Swift Swift是一個Open Source的程序 大家可能一開始會有印象 Swift跟Apple在用的 不是CloseSource 並沒有 那是百分之百的Open Source 目前主要奉獻者除了Apple之外 Google跟IBM都參了一角 它主要是 它主要使用FLN amientos томATCent 既然是IFT 所以裡面大致的code 它應該能夠跟搜尋加加 플�ore 然後Stand Library就是No switch 這個程序的目標是由這個 程序發註者 Christ普在這裏 household says 那冇標這是要aux 達成績世界 蒲苦層次的世界 至少沒有沒有 就可以到 photography 它就能量到這幅世界 所以這幅世界計畫一環就是他們一個新的sup project 叫做3 for TensorFlow 簡單來說就是他把對應的功能整合進入這個程式裡面 然後讓這個寫AI變得跟寫程式一樣簡單 我想可能不是一樣的應該是比較難 所以就是把坦拍的裡面的功能 所以你跟一根綠體的文化藏用功能整合在一起 就可以取得兩邊的勾施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AI對不對 大家AI現在有它嘛 AI這個最有用意的判斷這個東西是不是樂狗 對不對 所以呢 看到這個東西 誒! 沒辦法分辨得更吃的時候 你用這個app照一下 如果AI就判斷 不然看到這個東西有點吃 對不對 所以樂狗也可以吃 誒!不是樂狗 用聊詞這樣子 那它下面怎麼運作呢 上面有所謂的 現在最有型的內神經網路 那這就是一個常見的內神經網路 簡單來說呢 它就是怎麼做呢 它就是模擬人類的腦子怎麼運作呢 人類腦子怎麼運作呢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neural 神經源嘛 簡單來說它有很多input 然後input出來之後 它就會收集這些input 然後呢 如果這些input的權分高於我們的值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一個output 那人工的神經源是怎麼樣子呢 人工的神經源是怎麼樣子呢 人工的神經源其實跟它 那個天板的自然的神經源是一樣的 它就有很多input 然後input 然後input下來它就會有一個權重 然後權重吹附加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跑一個所謂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這些權重 如果超過某個尺 或者是它有一個非線性的長架的話 比方說超過5 它就會輸出5 就是這樣子 那這有很多種 那基本上neural network 可能很多時間都會在調略 基本上你的data的固定 就是在那裡導致的參數 所以呢 這有一個就是這個n網站 就是填射過的那邊 有寫的n網站 簡單來說就是你有很多data 以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有一個圈圈 你要分出藍色的區 藍色的點跟橘色的點 那你可以用neural network去track 所以呢 它這個input就是有X1X2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是上下一個主用 然後呢 中間經過一些neural 然後它就拿這兩個input的混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再找出說 最後結果 能不能分辨出正確或錯 那硬作原理呢 就是有點像這個travel and arrow 就是我一直試 然後試試說 如果出來結果跪的話 那就OK 不對的話 比較想辦法調這個位置 讓位置調到比較好 所以這個db learning的travel 大部分都是在調位置 那db learning其實說穿的 其實跟我們這種測試驅動開發的影像 對不對 我們要測試驅動開發呢 就是我先寫test case 對不對 然後呢code就亂打 對不對 欸過了 depass了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人看到 欸這個人不會寫code 我會寫test case 對不對 大概就像這樣子 所以呢 這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為什麼說test case 我這些traveling data 其實就是test case 然後就是你不用自己寫code 對不對 你自己在那裡亂打 交給電腦亂打 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 所以交給電腦亂打 還可以打一打 但打結果有幾個test case通過 對不對 所以呢 traveling data 不會長這樣子 所以呢你看 他就會慢慢的 把結果收縮起來 結果我們test 寫test case 然後就越改透了 test的速度越多 寫其實就是這樣 那再重點來 我們當時要調這些weight 我們要怎麼知道weight 要往來進行動 weight 就是一個數字 那你要加這個數字 來寫這個數字 要怎麼決定 基本上呢 我們剛剛講完這些之後 你就會發現 所謂nivote network 其實就是很多的方權 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然後它有很多input 跟少數的output 所以呢 它基本上nivote network 會有兩種input 一種input 就是你的training data 或者是到時候的真正的 data 就是 data input 另外一種input就是你的weight 那如果用程式的角度來講 一個就是一個code 一個就是你的input 所以我們要定義什麼呢 我們要定義一個cost function cost function就是 這個code 這個network 它的輸出 跟預期的輸出差多少 對不對 簡單來說 用tb的角度來講 就是一個testfail rate 對不對 你的fail rate當然是越低啊 所以呢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cost function 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function 真正的數學的function 所以呢 我們可以對這個cost function 上面的每個way 去做偏微分 所以呢 微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它 應該要移動方向 往哪個方向移動 這個cost 或電力 那這個 什麼是微分 大家就猜拳跳球 像我也猜拳跳球 所以微分這兩個事情 完全懂不懂 那當事情懂不懂的時候 大家這個經驗反應什麼呢 那是上VTT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看到VTT 對微分那個有很多解釋 但是呢 這個東西還是太難了對不對 那我這個VTT 我發現一個很重要future 合必可能有講 你知道VTT 有個語言叫做簡單英文 說題文太難了 看一下簡單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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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它就是有一個切線 但每個點都有切線 大部分 我切線 那這個切線 它的斜率 就是所謂的微分 最簡單的形式方法 然後下一頁 你繼續看 文件的話 會有兩個字 一個叫 deregrating 一個叫differentiation 這兩個字 我查答案的時候 可以看到超多 然後這兩個字 看起來很像 但一直有點文化不一樣 deregrating 就是呢 微分出來的那個結果 那個斜率 那個詞 叫做deregrating 那differentiation 就是呢 拿到這個詞的過程 那我們要怎麼做這個過程呢 如果是在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把這個函數微分 那在sweep的話 就非常簡單 一行就搞定 什麼扣都不用寫 所以呢 檢查中間有一個function 叫做q 然後呢 它就吃一個float 然後就把裡面只乘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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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gradient 什麼function的gradient呢? gradient of Q 然後他就找出這個gradient的function 然後再把你想要找一個點帶進去 我想要找2這個點 他就gradient是多少 然後他就把它算出來 那x的三次方為分是2乘以x平方 x平方是4 所以3前x平方 所以3前4就是12 所以他就全自動算出來 完全不需要寫透 就可以自動為分 而且速度是完全內定 不是wrong time 是compile time 所以他的微分坦素是在compile 又在做的 那他也在背後什麼運作呢? 背後的運作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壓規矣的這個方向 他在所以有種定義的 他做的事情非常少 他就是去找 自己有一個叫做pullback的method 然後呢去找去呼叫 那pullback又做什麼呢? pullback他去呼叫 另外也叫做 AutoDeep Apply VJP Error To One 這個神秘的功能 那在實力裡面呢 當你看到bullback的時候 通常都不是什麼好事 這代表你已經抵達這個 Standard Library的邊界了 再往下的話 你會脫離Standard Library 你就進入compile的世界了 所以呢 bullback能力全部都是compile 幫你利用 所以呢 在這裡的話 他要呼叫這個AutoDeep Apply VJP Error To One 的話 他就會呼叫compile 所以這些東西 compile幫你做出來 所以不是在實力之前做的 所以呢 再來很悲傷的就是 我們要進入更定派的世界 從數學的定派 變成compile的定派 但是我們就要進入ASD 所以呢 就會發現 他上面有寫 Standard Library Autodeep Apply 他就會去找下面的方法 然後呢 找出來之後呢 他就會去找你要的那個time 所以在這裡的話 他就會去找符學 所以他會去再幫你呼叫 更底層的內定的實作 那他怎麼實作呢 剛剛講的 他是在compile裡面嘛 所以他實際上是在compile實作 那大家常看到那個 如果你有用過 Python版的tensor4 不知道 不太一樣 Python版的tensor4 它是一個rump time 所以rump time的問題 也質疑在於呢 你可能跑亂 看error 對不對 我微分到 微分了兩個 一個PS過了 第三個PS都壞掉了 你前面已經跑了三天三月 你不要重來 那這也是一樣 他是compile time 所以他是steady 所以他比較會error 而且他也有type track 那他用的演算法 是一個叫做 reverse mode alternity's function 這個也該會提示 那 分析器的架構是長什麼樣子呢 基本上呢 一開始 你可以給他一個screen感 假設叫man-and-swift 然後他就會把你轉換成ast ast 所謂的Axtress Intense Scream 抽象語法術 中文 簡單來說 就是你有 程式已經有一個開始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慢慢的bridge 下去 你有man-down 你會比較有多的function 就利用很多變數 那可以長像那個tree一樣 所以整個會延伸下的 然後再來呢 他就會把這個以法書 再轉換成 一個所謂的sweet intermediate language 就是sweet的自己用的 內部 來表示程式的語言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複雜心net-3 它是一個chip的架構 雖然表示很容易 但是你要iteria 什麼的就很麻煩 所以他就把它變成 一個普通的 直序式的程式語言 就叫sweet intermediate language 然後呢 變成sweet intermediate language 他會再轉一次 再變成LLVM 的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什麼是LLVM呢 LLVM 的全名叫做 Low-level virtual machine Low-level virtual machine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這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 LLVM 它是 一個號稱是 電力器的電力器 framework 簡單來說就是 你告訴他說 你想要引目的 你想要把某個程式 變成 某個程式碼 變成 可以執行的東西的話 就告訴他說 我這個程式碼 轉換成LLVM自己的 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LLVM就會 再幫你把生態式做的 就會幫你把這個 LLVM的IR 變成後面的 assume code 就是CPU 可以看得懂程式碼 它就可以執行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有很多步驟 那 所以裡面呢 它有很多個 它有一個type line 會做剛剛 做上面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Parser PyChain SiLChain Pandertore Pass Optimization Pass 還有IR 跟LLVM 我們會有一個tap 所以一個Parser Parser 很簡單 就是透過一個Parser 大家可能知道Parser 我還真的知道Parser的中國是什麼 我從來沒看到Parser的中國 你來看看我的PD 它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碼 變成S 所以你的 跟哪個大標層次碼 就可以變成S 那在這個階段 跟微分有關的話 就是剛剛這個 atDifferentiable的Ast 它會標在Ast上面 所以你的Ast上面 就會標說 Ast的Function是Differentiable 那下一步就是 它會對這個Ast做Type Check 什麼是Type Check呢 Type Check的話 就是有這個 會幫你看看 做這種0加1 0加次串的錯誤 這種事情 也不能說錯誤 有些語言 對這個就很寬容 你有聽過一個 J 什麼的 就很寬容 就沒有錯誤 但是我這裡 比較奇怪一點 這個我不接受 我這個精英中心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接受是怎麼 所以就看他有沒有這種錯誤 那在這個階段 他也會幫你做 微分相關的檢查 所以呢 基本上你的東西可以微分 就代表明天的參數 還有明天的呼叫方便 你全部都要點微分 要不然他一定會用微分 所以呢 他就會幫你做這個檢查 所以要是你在 可以微分的方便裡面 呼叫有這種微分的東西 他就可以調整 然後呢 這個東西在思域的 語法 語言來傳 它就是所謂的一個protocol 就是說呢 每個東西他都會 製成的protocol 或者是像Java的講法 的interface 然後它是一個 matched compiler 怎樣來說 他們其實對一般的意思來講 沒做什麼事情 但是對 compiler來說很重要 那再下一步就是 所謂的sil件 sil件 sil件就是要產生 這個sweet intermediate language 所以他就會把 剛剛的ASD 轉成sil 那這個 這個階段的話 也沒什麼好講 他就會把 剛剛那個 sdifferentiable的ASD 變成sil 版本的s 那再來 下面這個 才是今天的重點 再來 才是最愉快的 再來 可能聽不懂的 沒關係 早知道我這個需要 所以呢 他會執行這個必要的sil 轉換 什麼叫必要呢 比方說像是 它是使用所謂的 ARC 來做系統管理 ARC就是automatic Reference Company Refense Company 就是說呢 他會每一個opput 會記入說 有多少人在用自己 如果呢 很多人用 那這個東西 就要留著 那如果沒有人用 這個東西就可以release 這就是所謂的 automatic reference 這就是所謂的reference content 那什麼叫automatic呢 以前的reference company 是你自己要幾局 手動打這些retain 跟release的指令 那automatic了之後呢 他就不需要 compiler擺家 所以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manage 然後呢 在這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在這個階段 他會幫你加上 你的自動微分的程式 所以他會幫你的程式 幫你微分 所以在這個階段 就會做微分 所以問你的function呢 如果他有一個 像捷徑嗎 如果你知道function 可以指定說 我要有什麼微分的結合 那他就會跳過幫你微分 這一段 他就會直接用 好 那這個pass裡面 其實會做三連時期 對微分來講 他會做三連時期 一個是tpns 一個是canicalization 最後才是產生這個微分的code 好 tpns 其實是做什麼 簡單來說 他會幫你分析說 你這個函數有哪些值 是有用的 哪些值是可以動的 怎麼樣有用呢 有用就是說 你最後回傳值有用到的 那因為我們是要算微分 最後用到值 你就don't care了 不要管他對不對 那再來是可動呢 可動會被這個函數的輸入所影響 那因為我們也是要算微分嘛 那所有的常數微分出來 不是常數自己 就是0 就是0 如果是加法 就是乘法 就是常數自己 所以也不用管他 所以最後會需要做自動微分的 就是有兩種東西 這是可以動的 應該說兩個都要符合 可以動又有用的值 才會需要做自動微分 好 再來這裡更厲害了 所以呢 微分的這個人 他會使用一個叫做 bjb vector jacobium product的function 那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拿來存微分的 暫存結果的function 所以他會看看有沒有 沒有的話他就會輔導 輔導產生酷的地方 產生一種 然後再來產生的地方 就很簡單 他就會把這個function 變成一個 Ngp的function 然後他會用它提到 reverse mode的 就是微分子 那再來自動微分 到底是怎麼運作 剛剛講的真的都很厲害 所以自動微分的基礎能力很簡單 就是呢 我們定義所有基礎的東西 怎麼微分 比方說這樣1 微分出來就是0 那xs微分出來就是1 log的x微分出來就是xs 這些基礎的東西都比較大的 都定義好 然後再來我們叫compiler 怎麼用這些基礎的東西 去組合出什麼漫的函數 所以呢 剛剛加法就可以聽說 兩個加的話 就代表兩個東西加起來 他們的微分也是兩個加起來 像這種情況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定義出這些複雜的函數 那如果這個複雜的函數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微分的話 那它組合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微分的 所以它可以自動翻組的 組合完之後 就可以翻組成一個函數 加法這些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方權 叫做 x加1 那就是x然後加1 然後就是兩個加起來 那如果你要算微分的話 那你要什麼樣 喔 你這樣 sorry 那你要算微分的話 那怎麼樣 就是說你說微分普通的版本之外 還是要有微分的版本 那微分的版本呢 每一個不同的運算 它都有自己的微分規則 你剛說 如果你有還有印象的話 加法就會直接加 乘法就是 一個要為 就是要相乘之後再加 等一下會看到 它都有各式的規則 那我們先看加法的規則 加法的規則 很簡單就是直接加 所以我們它微分出來 上面是 x為分之1 1為分之0 所以那 對加法來說 它的規則就會直接加 所以加出來之後就是 對不對 所以呢 結果它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是有一個規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x先加x 然後再來是1的規則 然後最後再把2加起來 就是x 那乘法也是一樣 乘法的話 我們如果有個3乘以x的話 怎麼做呢 3乘以x的話 是普通的扣分 所以如果x是3的話 就3乘以3乘以9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 看微分的話 怎麼做呢 所以呢 微分的規則的話 我們一樣要算3乘以x的微分 對不對 那3乘以x微分 它有長出來 會變成 左邊的微分乘以右邊 加上右邊的微分乘以左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先看左邊的部分 左邊的部分就是 x乘上3的微分 3的微分 就是0 對不對 所以出來就是0 那右邊的部分呢 就是 3乘以x的微分 那x微分是1 對不對 所以3乘以1是3 所以最後出來就是3 然後最後再把它加起來 最後會得到3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全力加法 跟乘法 那再來更複雜的 含數的話 一個所謂的圈入 圈入了是什麼 圈入了就是說 如果你的含數沒有 又套了其他含數的話 那要怎麼去呢 那這裡的依值來講的話 我們先看個 lo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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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3x 就是x的case 所以呢 這個情況下 就把3帶進去嘛 所以3乘以x 3乘以9 然後再帶log 就跟log去 對不對 那再來 如果是微分的情況下呢 微分的情況下 它就會變成 所謂的圈入 圈入的就是說呢 我先對 後面這個方形 先對它的v2和分 然後再層上前面那個方形 對 也對它的v2為分 然後再把東西帶進去 所以呢 我覺得你看到這邊 所以呢 第一層就是 我要先打log3x 對3x為分 不是對3x為分 而是對3x為分 所以對3x為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x分之1 就可以得到3x 3x分之1 3x分之1 x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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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3x分之3x 所以是x分之1 3分3就比較了 然後在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3x對x為分 然後為分出來就是3 對不對 所以最後再兩個層下 兩個層下 兩個層下 就會得到最後的3分之1 好 然後再來 它 下是怎麼做的呢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方形 就是 指揮分的程式嘛 如果它是一個foo的方形 它應該做了sine 成可sine 那它轉換 經過剛剛 依靠事情 轉換成s 這個sine 成v2 language 的話 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是一個sil的object 然後它是可以回分的 然後它是從floor到floor 可以叫做foo的方形 然後它會有maniquid 叫做x 然後呢 sil 這個intermediate routine station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所謂的這個 Standing single assignment form 簡稱SSA form SSA form SSA form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你每做一件事情 它會幫你取一個 新的變速名稱 然後變速名稱 是不會重復使用的 所以呢 假設你裡面有x等1 然後後面有x等2 的話 它會幫你把連個x 都取進去 這樣子的好處是 它在正假化的時候 你長不做 那在做微分的時候 你長不做 所以像這裡的話 它就會把你把cos的詞 取一個名字叫y1 sine的詞 取一個名字叫y2 然後最後 乘起來的部分 你會取一個名字叫y3 然後最後再理解 然後再來這裡是怎麼產生 JP 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是跟它的想法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會先去呼叫cos的JP 然後就會得到前面的 普通的值 就是普通的cos值 就是cos的所謂pullback function 是一個partial apply的方式 然後sine也做一樣事情 乘法也做一樣事情 然後最後呢 再把後面這些pullback function 組合在一起 給我們一個結果 開來的 時間不太多 我從前加速一下 後面這個pullback 我們就快速跳過了 所以這邊呢 就是在底層 它裡面怎麼實做 跟它這個轉換 所以呢 首先有個rub 非常簡單 然後再來它去搜集說 哪一些function是需要微分的 然後呢 再來Rage去分每一個 每一個需要微分的 action process 然後呢 再來Rage去找 找這個function 的名字 然後呢 如果有 如果沒找 如果找到的話 也不是原體的話 它就會去看這個方便 是什麼東西 真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把它寫進去 如果找得到的話 那它就會去創造一個 空的mgp 然後創造了空的mgp之後 它就會去移密這個mgp 它就會問你剛剛講的 這些規則去移密 那這些規則 你可以再一個人看 首先是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其實它跟ptr function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直接用所謂的cron 所以它把function內容 就直接cloth function 把它通過來 然後再來 下一題就是要做 下面的所謂pullback function 那pullback function 怎麼做呢 它有另外一個ineter 叫做pullbackineter 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pullbackineter 它是用所謂的visit pattern 來處理每個instruction 那pullbackineter 在困牌裡面還蠻常用 就是說 你每個不同的type 它都有自己的vlogs 都會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然後再來它就會 b字裡面的vlog 所以像上面上就是vlog 然後vlog裡面的 你的instruction 都是b字 然後再來 它就想要找到原來的 就是y1 然後它就會去call這個originalresort 去找它 然後呢 它也會找到後面這個pullback function 這叫做pullback function 它可以找這個android buffer 去找這個pullback function 然後呢 再來它會去呼叫 它的這個pullback function 呼叫完 會得到一個pullback function 然後會把值留下來 所以在這裡會把值寫下來 然後會把值加起來 全部加總起來 因為最後要加總起來 也算不確的答案 所以真的也會add to 也會buffer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一大串的vlog 然後呢 做完這件事之後 就是說 最佳化的pullback 最佳化的pullback 就是說 它會把無用的變數 這些都會散掉 不過這根尾根沒什麼關係 然後再來 IR圈就會把這個sil 變成了vlog 然後在這個階段呢 它就會把這個function的sil 變成了vlog 所以 再來的時候 就是有 視覺就交給了 也慢慢去產生對比的尋酷 所以這跟尾根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至於自動尾根的話 它就可以 主要就會 最主要就會幫你產生 這個神奇的vlog function 然後它是type state 所以呢 自從我們有這個vlog function 這個building code 才會成功 就會幫vlog 開對你的自動的vlog function 所以回來對一點 還可以vlog 所以最後就可以出到這個12 所以這個 看起來只有五行code 用了五十夜頭影片來解釋 所以這個結論 結論就是什麼呢 這個sifo-tensor code 把的d3整合進去裡面 相當的不錯 未來這個d3很重要 所以它有內建聯分 然後呢 跟剛剛講一樣 d3之後呢 我覺得它會跟這個compagner一樣 會成為一個神秘的黑盒子 對不對 只有專家才需要知道什麼運作 對不對 一般人 這個compagner總部 不care 對不對 compagner不就是GCC 你總部說 那時候會動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d3的未來 會好像這個發展 對不對 什麼是d3 不就是我把這個 全民data丟給它去解骨 對不對 不是一樣嗎 如果壞的一定是 你的全民data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d3的未來 一定會跟compagner 這樣走向那個方向 所以兩個性質 很像能結論在一起 也是挺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廣圈時間 所以我們思域台北 每個月的第一個晚上 第一個禮拜的晚上 會主辦 有免費參加 現場提供這個 酒類跟食物 歡迎來這裡搜尋搜尋搜尋 然後最不錯 就是討論食物的始作跟運作 然後來搜尋一下 然後再來這個另外一個謊圈 我們下個月有辦 iClay One的研討會 裡面包含這個 在9月21、22 在台大 裡面就有Mac 或者iOS 或者upject EC 或者跟食物相關的 開發各種議題 變在熱烈的售票中 再來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 可以回覆到多大的 多大的意思是 對於多大的數字 也是會有什麼意思 數字它都可以出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普通的十個層次 可以支援的數字 它都可以出 它都可以出 所以沒有大準度 遞為可以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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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為它也會呼叫自己 遞為它也會呼叫自己 因為它所有產生的Code 都是interact 它並沒有真的 去實質心的層次 它只是說 我要呼叫這個方式 遞為的情況 它就是呼叫自己 遞為的情況 遞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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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把 裡面有任何的if-else這些 跟數學無關 全部都可以微分 甚至連for回圈都可以微分 所以 你把x加起來 x加 4 i等於1到3 就是4i等於1到3 然後 x加起來 y加點x 對不對 所以越來越到3x 你就自己手動加三次 或是用for回圈 全部都會動 所以用for回圈它也是會動 這就是為什麼它要用這種 所謂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 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 所以整個特色就是在於 它可以處理一般的 像是nate lab 有辦法做到的程式的微分 所以for回圈可以再用 fails也有 然後呢 有一些東西 它如果沒有看起來不容易的話 它就忽略 像是 什麼prep prep 那些東西就沒什麼用 它就 會使用忽略 你剛秀的是 Numerical computation Symbolic computation Symbolic computation 的能力 好 這也是一個很好問題 那 那微分其實有三種 一種是Numerical 一種是Symbolic 那這種是所謂的 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 那 Symbolic的話 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處理各種微分 那缺點就是 它不能夠處理相當 if else Symbolic基本上 不能處理普通的 詳士的 function 或是if else之類的 而且Symbolic的問題 在於 我們通常 machine learning 的時候 其實不太care 最後方面長什麼樣子 我不care 我們只care什麼是什麼 那Symbolic 為了要得到一個長什麼量子 會多號 會不算幾 所以它 不太能處理Symbolic 譬如說 你給一個 A++x等於x² 它不會幫你算出x 算出2x 不會 對 它沒辦法算出2x 你一定要給它一個值 它才幫你找到 站立的值得的分數 所以它沒辦法做什麼 它只能做 算出真正的值 但是function裡面 可以 那你說 存取什麼 變數啊 就是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closure 所以你看得到 它全部都可以支援 簡單來說就是 只要是你 所以 就這樣 可以支援 對 它有連線 因為 我剛剛 是 所以它就是 這個 可以支援 好 再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謝謝John 我們帶來 什麼地牌